目前公积金局的会员只能在每30天提出至少2000令吉的部分存款 为了配合会员可享有额外25年利息的措施 并在弹性提款政策之下 该局首席执行员拿督沙利尔利扎今天在记者会上宣布 明年1月起将落实四项增强和简化政策 其中一项是部分存款的提款次数和数额全由会员掌控 另外沙利尔利扎透露 如果会员选择每月提款 目前每次必须提款至少250令吉 但在新的措施之下 会员的期款额调低到每月100令吉 至于其他三项措施包括 会员可委任阿玛纳拉野公司为公积金的信托人 弹性提款政策从最高75岁延长到100岁 以及会员死亡援助金的年龄限制 从目前的55岁延长到60岁 NTV7综合报道